這基本上站在所有人旁邊都是高一顆頭 直接請尋躍位 籃下這邊已經被他卡進來了 你只能犯規收場 罰球手感 還不錯耶 籃柔順的頭 這是真的籃球 兩發都有 去調整一下 都是為了準備比賽 那對於年紀比較大一點的群眾 完全是不同的感受 哇 三鼓拉 反法啦 籃底下沒有擺姿自己在搶 14秒進攻機會 對 洪凱傑切到籃底下 沒有閃過德谷啦 直接被蓋了下來 不過洪凱傑這個勇氣可佳 台北富邦勇士 看一下洪凱傑 剛才挑戰禁區 被230公分的德谷啦 蓋了火鍋 這個洪凱傑已經做得很好了 我認為 因為畢竟你籃下是 沒有人 小米城俊男 在新北國王那邊 籃底下 這個沒辦法被他踩進來 這個俊男 23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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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空間給拉開 交給李凱彥 空檔 晃過石博恩 可惜耶 最後出手差了一點 籃下要要位了 這球腳步踩進來 左手單手扣籃得分 他真的很高 你看他的腳步上面的一個 轉換靈活度是有的 這邊新北國王葉翔 籃底下得補啦 一個搶兩個 雙手 他就塞了 林凱彥閃了過去 不過球是兩位洋將在場上 富邦是採用一個區域防守 場上其實不只兩位大洋將 蔡文成也有190公分 哇哇哇這個 看你車禍啊 哇哈哈 這直接用擺的 這真的 這怎麼手啊 得古拉對上楊心智 哇這沒辦法 自己的後側不投籃 哇 籃底下 過了跳 籃下這個 怎麼手呢 得古拉 對 在前一波已經 楊心智先被打到了 對 被打到臉上 這個球你也只能放掉啊 不然就是小上加一了 很新洋將得古拉 李歐瑪 對 這個對 哎呀 是選 籃底下小 黃凱傑在往裡面切 黃馬 轉身之後左手拋頭 哎呀可惜了 哇千兩次要挑戰得古拉 最後放球都差一點點 對 他的球 哇 黃凱傑聰明了 在下面點球 還沒有 晚安 最高 不 不 開 李歐瑪 鑑 高 你就不要